大半夜迷色外套男子不睡觉 在路边徘徊游荡 仔细一看他腰间还挂着一把枪 在巷子里闲晃 这边研究东西 然后我爷爷把我擀模型枪 然后他就把我擀到里面 取模型枪在哪里 被严警团团包围 外套男还急着解释 他不只随身带着枪 还拿在手上把玩 看了实在让人很害怕 检查这不是围镜 这个是滴滴弹枪 它都没有改造力 运的警方盘查 终于乖乖把枪交出来 但他嘴上还是不停狡辩 你一言我一语 和警察僵持不下 这名男子就住在南京厂夜市 附近的公寓 当天特地带有枪 走到这处国宅的中庭 拿枪把玩 也让附近的住户 吓坏报警 事发地点就在台北市万华 21岁的陈姓男子 遭逮后自称 因为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却没有考上 就自己去买玩具枪 假扮远警帮忙巡逻 甚至最后还要警方 帮他报名社区守望相助队 原来这已经不是 诚信嫌犯第一次拿着枪逛大街 虽然只是一把玩具枪 没有杀伤力 但已经造成附近住户恐慌 当场被依涉为法逮捕 把警察当成人生目标 没想到这回 却先成了嫌犯进到派出所 TVS新闻讲 孟宇苏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